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那么多所谓的高强度训练 为什么不能在高级别的联赛提出成绩 其实受到网友嘲笑是很现实的事 比如你在一家公司上班 工资老高了 但是你的月成绩考核 却连个扫地而已都不如 人家说你几句你还不服气 你说像这样的人能在哪家公司待着 没被开除已经是很知足了 天生我才必有用 且礼貌是要伯乐发现 国足的训练 是你们工作中的一部分 是一种常态 是你们的职责和义务 关键在于你们训练的时候 是不是尽了全力 是不是为了你们的信仰在训练 中国足球怎样才能踢进世界杯 不用太多的麻烦 如果球踢得好的考虚高考加50分 中国男足分分钟进世界杯 不过即使中国足球进了世界杯 我们也是叫花子看戏穷开心 一轮游就会回家了 请不吝点赞丝